最近如果你到壁湖公園 会发现湖畔多了一座 高达十五公尺的竹编屋 这是艺术家邀请当地李明 用四千根竹子 耗费一个半月搭建而成 其实内湖在五零年代 竹编艺术非常盛行 艺术家希望用这件装置艺术 连结当地的历史文化 还有居民情感 周末还会有音乐演出 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壁湖公园 茂盛的树林 碧绿的湖水 台北的壁湖公园 湖畔旁突然多了一座 高达十五公尺的竹编屋 艺术家王文志 用四千根竹子 耗费一个半月搭建而成 沿着通道进去后别有田地 阳光从原形天窗洒落下来 跟平台上的通径相互服役 就是在天延地方 天地的那种异象 就是在这里的一个小宇宙 那镜面的话 它又代表是我们 每天照镜子才洗涤我们的心灵 那跟湖面 我们在照也是一样 就是说做一个对话 做一个服务 那你一进来以后 你的心灵跟这个空间 整个可以互相 只有在一起这样 碧湖公园位在内湖 民国五十年这个地方 以农业为主 家庭主妇常常制作竹编 贴补家用 之后随着科技业发展 竹编艺术才慢慢落落 这次特别邀请艺术家王文志 跟三十多位社区志工合作 重新搭起内湖的历史文化 你只是把那个中心 那个突出来的那个店 把它整个削皮 因为它编织穿的时候 那个中间突出来的地方 结的地方 如果没有削皮 它也要穿的话 不会阻隔到 所以就没办法很顺利的 所以就很辛苦啊 有时候夏宜 有时候那个竹子 遇到云 你不小心走到上面 走很容易打滑 竹编通道代表心灵进化过程 平台则是沉淀自我的地方 之后每个周末 还要结合音乐演出 这个通道是我们人的 就做经济作品里面 那最底下那个地方 我要刻一个 做一个比较小的通道 是连接那个壁虎的水里 那个水有仪下 我先用说那个仪下 也可以进到我作品里面 来采你这样 王文志说 这个装置艺术 最重要的就是要连接社区居民 希望能够带大家 融入壁虎公园的美景 那你在内衣公园这边 大家每天在这边跑步 可能接触了聊天的机会很多 可是透过这个作品 大家可以聊作品里面 也可能坐下来聊天 变成好朋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连接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连接 传统计划跟现在的一个连接 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作品里面就很重要 王文志出身于嘉义眉山 从小与竹子为伍 他不停地在寻找属于台湾的创作与会 于是把诸字融入原住民的编织艺术 这次在竹编公园的作品 可以容纳六十个人 坚固的骨架以及外墙 就算遇到台风也不用担心 其实那时候我很单纯的就是说 我要把很小的东西把它放开 你知道我们长命文化里面有很多小的器皿吗 爪虾的笼子啊 家里的用的肉质啊 吃饭的管啊 筷子啊 我们其实我们 台湾我在早期的话 跟竹子是离不开关系的 那我们日常生活东西都可以看得到 那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那时候我想说 我重新在乡下长大 这个都是我以前都有接触过的 为什么把他当创作的一些因素 因为在湖水旁的竹编屋 不仅成为内湖的新地标 更连接民众 以及当地的历史文化